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是要教各位 家裡如果突然發生停電的時候 我們該如何去檢查 電器設備 以及BREGA開關 是否 跳脫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幫我在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 首先你們要開這個BREGA 電電箱之前手一定要保持乾燥 而且你腳一定要穿乾燥的鞋子 避免發生觸電 然後你最好身上帶一支驗電鼻 這種金屬的殼稍微碰一下 看他有沒有漏電 如果沒有漏電的話你們就可以把它打開 打開的時候你會看到很多BREGA 很多BREGA你也可以利用這支驗電鼻去查 查說哪一個回路是 哪一個回路是沒有電的 有電的話他會叫 沒有電的話他不會叫 這有電 有電他都會叫 有電 你們可以一個一個去查到哪一個回路是跳電 如果他沒有電的話他沒有叫 你看這個開關是不是跳掉了 跳掉的話你們就往下 往下再往這個 往下再往上 然後電就重新送上去 送上去的話你再去 再去用煙電鼻這樣感應一下 這個電就有進來 如果他還是跳電的話就不要再送電 有可能這個東西 冷氣機有問題 你們要去檢查冷氣器 只要只能給他一次機會 如果再跳的話 不要再送 再送的話你們會有危險 這個萬一短路的話就會爆炸 爆炸你們可能會 會出事情 如果說你們沒有驗電筆 你們也可以帶三用電錶 三用電錶 三用電錶我這邊也 再量一次給大家看 三用電錶也是把它切到 接到交流檔的這邊 我們家用電大概量 都是220V最多 放下去就好 我們可以從總電源這邊量 這邊量看看多少 220V正常 所以這個總電源就是台電這邊送電進來 然後再分到 分到每一個 每一個電器設備 像冷氣機啊 還有電燈跟插助 我們這樣量的話 像110V的話他會 接到一個N向的 N向的盤 在裡面的一個白色的 這一個是N向 然後我們是電燈的話 就直接量那邊 110V的電 這插座也可以量 也是110V的電 阿如果你們量這邊沒有電的話 那就要檢查 檢查這一個插座有沒有跳掉 幫他復歸一次 復歸一次如果還是跳掉的話 你們就要去檢查這一個 電燈跟插座的回路有沒有問題 有時候電燈裡面短路 或是插座短路都有可能 這個都是有機率發生 可是如果你們真的是 不敢操作的話 還是請專業的人員來 幫你們查 查修這些問題 因為這種 這種電的東西 你們也看不到漏電 有時候不小心 一摸到觸電 就死了 也沒辦法 這個是有一點專業性的東西 可是如果你們真的是 來不及 還是可以自己稍微 簡單的查修 好 阿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再把這個蓋子蓋上去 蓋上去 好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請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 在右下角按下讚 我們下次見